他们是地位最悬殊的亲姐妹 只因为能继承家族的异能神力 姐姐在家被当作庸人使唤 而妹妹却视宠而骄 总是故意针对姐姐 父亲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却假装什么也没有发生 任由妹妹对姐姐百般侮辱 自知没人撑腰 19岁的美氏只能选择逆来顺受 但内心深处却渴望早日逃离这个家 这天她无意间听到庸人们八卦 信赐父亲上门提亲的事 顿时心里闪过一丝希望 自母亲离世后 信赐是唯一对自己好的人 她总是隔三差五 为她带来当下最美味的甜点 并想尽办法逗她开心 可以说信赐是美氏 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中 能看到的唯一的光 然而上天却不随人愿 很快信赐又来看望美氏了 她像往常一样带来了美味甜点 可眼神里却是无比的慌乱 美氏震惊于信赐的冷漠 可在得知她是来找父亲时 却瞬间想起了庸人们说的提亲 心里惊又涌现出些许期待 果不其然不一会儿 美氏就被父亲召见 她心里忐忑不安 既忍不住希望又格外害怕失望 毕竟自己从未被父亲重视过 整理好心情后 美氏终于鼓起勇气面对 可抬头的瞬间 她却对上了妹妹得意的眼神 而信赐竟不敢正眼看她 美氏明明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却在听到信赐甘愿做上门女婿 与妹妹成婚时 仍然觉得心被狠狠扎了一下 是啊像我这样卑微的人 怎么配奢望幸福呢 然而更令她绝望的是 父亲竟要将她远嫁 给一个素未蒙面的人 妹妹顿时幸灾乐祸 酒堂家虽是名门望族 但酒堂却是出了名的冷酷 传闻已经吓跑了十一个未婚妻 美氏想要说些什么 却被父亲呵斥退下 并命令她明早就启程 她的心瞬间跌落谷底 可孤苦无一的 她早已忘了如何反抗 她来到母亲生前种植的樱花树前 与母亲做最后的告别 可就在这时 信赐竟出现在身后 信赐深知自己辜负了她的期待 不停地道歉 但为了家族繁荣 她只能选择妥协 美氏已经心灰意冷 或许只有嫁出去 远离这个家 她才能寻得一丝希望 说完便转身离去 信赐伤心欲绝 大声表示真的很想照顾她 可当妹妹突然出现时 她却又懦弱地闭上了嘴 第二天一大早 美氏穿着唯一一件 还看得下去的衣裳 带着仅有的一点行李 独自走出了家门 看着生活了十九年的地方 过往的记忆静一幕幕浮现 她曾经也是个被疼爱的孩子 可就在母亲离世后一切都变了 父亲不但很快再娶 甚至还砍掉了母亲最爱的樱花树 而继母则对她百般刁难 可父亲依然不管不问 年幼的妹妹也因此对她遗旨气势 带着狼狈不堪的回忆 美氏踏上了前往九堂家的旅程 可令她万万想不到的是 赫赫有名的九堂家 竟坐落在深山老林里 而宅子看上去也十分朴素 得知美氏是少爷的未婚妻后 管家兴奋不已 迫不及待就要带她去见九堂 美氏很少见到有人对她如此热情 竟突然间有点不知所措 然而九堂却并未打算回音 只滋孤滋地写字 十分钟后她才无奈地叹了口气 管家提醒美氏抬起头来 可就在一瞬间 美氏的心跳却仿佛静止了 真是个漂亮的人 美氏就这样以未婚妻的身份 住进了九堂家 可她却时刻提心吊胆 害怕九堂发现她没有任何异能后 就将她抛弃 同为名门千金 自己在家被当作庸人使唤 而妹妹却被众人视若珍宝 只因五岁那年的一场异能测试 为了验证女儿们是否继承神力 父亲打开了装有一灵的墓盒 很快妹妹就看见一只小鬼怪朝她逼近 顿时被吓得连连后腿 然而美氏却一脸茫然 完全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可从这以后 父亲便开始专宠妹妹一人 而对美氏却不管不问 甚至放纵继母百般欺凌她 为了能留在这个家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她便急忙来到厨房做早餐 只为了证明自己的一点价值 管家见后惊喜万分 她从未见过哪家大小姐会下厨 于是在少爷面前她赞不绝口 然而酒堂却担心美氏在饭菜里下毒 竟要求她试吃 见美氏犹豫了一下 酒堂断定她心里有鬼 立刻毫不犹豫地起身离去 可当她来到异能部队时 却又突然感到一丝愧疚疚 只影响起临走前管家说的话 管家很少那样替别人说话 酒堂顿时感到心烦意乱 一向稳重的她竟因此怒行一色 竟第一次用异能来驯化不服气的士兵 而另一边的美氏也忐忑不安 她太害怕得罪酒堂而被扫地出门 因为她早已无依无靠 为了尽快解除误会 美氏谦卑又真诚地道歉 并发誓绝对没有下毒 酒堂嘴上没说什么 心里却生出一丝怜悯 她好奇眼前这个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活得如此卑微 将道歉时刻挂在嘴边 饭后美氏提出为酒堂烧洗澡水 可却被果断拒绝了 她认为烧柴热水太麻烦 不如直接使用异能 美氏顿时又陷入了自卑之中 她谴责自己就像个废物 居然什么忙也帮不上 可没过多久 酒堂却突然找到了她 并请她负责明天的早饭 还为她留了洗澡的热水 美氏顿感受宠若惊 一股暖流瞬间涌上心头 她突然想起了管家夸赞酒堂的话 原来她真的是个温柔的人呢 缺爱的孩子或许就是这样 一点光亮就足以温暖心房 美氏暗暗发誓 明早一定要好好表现 表达自己对酒堂的感谢 第二天天还没亮 她就开始张罗早饭 而善良的管家竟也主动过来帮忙 美氏紧张不已 她不确定早饭是否和酒堂的胃口 直勾勾地盯着她进餐 美氏内心激动万分 竟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原来她已经14年没有被人夸奖过 而这一幕也让酒堂久久无法平静 她竟莫名有些心疼 看着美氏那粗糙的双手与瘦弱的身体 她愈发难以相信这竟然是名门之女 于是嘱咐管家留意美氏的一举一动 而她自己也会暗中调查翟森家 管家感到十分稀奇 她第一次见少爷对女孩感兴趣 可酒堂却不敢承认 从小到大接近她的女子 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权 她想知道翟森家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竟然派这样的女儿过来 然而此时的翟森却忙着栽培女婿 在美氏远嫁后的第二天 性慈便入赘翟森家 翟森对女婿寄予厚望 而性慈也百般讨好妹妹 也只不过是为了早日继承家业 赢得美氏的芳心 真是个可笑的男人 可他万万想不到的是 此时另一个大家族竟也惦记着美氏 自从上次解除下毒的误会后 酒堂竟不自觉开始关心美氏 这天酒堂想要带她去街上逛逛 不料却被美氏委婉拒绝 只因害怕给酒堂添麻烦 酒堂看出她是自卑心作祟 表示并未觉得她是负担后 便起身离开 然而美氏却依然忐忑不安 第二天一大早 他便换上了唯一的好衣裳 想要好好打扮一番 可当看到自己那憔悴的模样时 他却又瞬间自卑了 聪明的管家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心思 主动提出帮他化妆 然而仅仅用了15分钟 美氏镜顿时变得明媚动人 管家十分兴奋 他没想到美氏镜如此好看 而美氏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酒堂却突然在外催促 他急忙小跑了出去 但就在转身的瞬间 酒堂却不禁心里一颤 酒堂先带美氏来到了异能部队 下属第一次见队长带着异性出现 顿时好奇不已 可酒堂却突然感到不悦 一股莫名的保护欲油然而生 他命令下属赶紧回到工作岗位 随后便带美氏来到了小镇 看着新鲜多样的景色 美氏近一刻也挪不开眼睛 他已经14年没有出门游玩过了 美氏自责竟忽略了酒堂 不料酒堂却满眼宠爱地告诉他 在他身边就只管尽情享受 不用担心给任何人添麻烦 文言美氏心里暖暖的 自母亲离世后 他终于再次感受到了 被人如此温柔而坚定地保护着 可转眼间他却又患得患失 没有异能一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他知道酒堂早晚会知道真相 见美氏闷闷不乐 酒堂鼓励他勇敢说出心中所想 毕竟以后可能会正式结婚的 美氏瞬间惊呆了 卑微的他怎么敢奢望这样的好事 他暗暗祈求上天 不要太快收走他的幸福 只要能多一点时间和酒堂在一起 之后受到什么惩罚他都愿意 临走前酒堂带他来到了 一家丙吉女装定制店 原来就在前几天 管家偷偷发现美氏在缝补破旧的衣服 于是便告诉了少爷 想到这酒堂突然心疼不已 亲自为他挑选了饰品上好的布料 脑子里竟也不自觉开始幻想 他穿上新衣上的可爱模样 而老板娘也趁机表示 美氏是一块仆玉 只要用爱与财富雕琢 总有一天会出落成能 与他并肩齐驱的大美人 然而酒堂却并不在意这些 只要美氏心地善良 自己便愿意与他相处下去 酒堂偷偷为他准备了礼物 美氏见后十分激动 他从未见过这般精致的梳子 但他却不敢擅自收下 必须确定是由酒堂所送 酒堂本想说些什么 可以想到刚刚管家竟说 送梳子就意味着求婚 便只愿傲娇地点了点头 但另一边的妹妹却没有如此浪漫 他同意与杏慈结婚 只是为了气气姐姐罢了 于是每天对杏慈以止气势 然而不仅如此 他还时常偷听父亲与客人的谈话 期盼听到姐姐被酒堂扫地出门的消息 没想到杏慈父亲竟亲自上门讨说法 他不敢相信对方竟能愚蠢地 将美氏嫁给最强异能者酒堂 如果他哪天突然唤醒了博人异能 那酒堂家的势力便再也无法撼动 然而酒堂也收到了关于美氏的情报 了解了他的过去 酒堂万万没想到他的身世竟如此可怜 心里突然感到振振压抑 决定未来要加倍对他好 而自己也丝毫不在意他没有异能 可情报员却突然告诉他 美氏的生母竟是博人家的人 酒堂若有所思 博人家可是拥有顶级异能的家族 传闻该异能可以操控人心 酒堂顿感担忧 如果他身世传开的话 不知会有多少人虎视眈眈 可就在这时 他却察觉到身后有东西在跟踪自己 自上次收到酒堂送的发书后 美氏便一心想要回礼 管家兴奋不已 急忙帮他出主意 可美氏却担忧自己的积蓄不多 酒堂会嫌弃他送的礼物 美氏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转眼又十分认真的挑选款式 最终决定为酒堂编制发声 于是决定去街上买原材料 可酒堂却丝毫不放心他 不仅反复叮嘱他早点回家 甚至还送给了他一个护身符 可看着他那呆萌的可怜样 酒堂却还是带着牵挂离开 然而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美氏成功挑选到了适合酒堂的私线 不禁想象起未婚夫戴上发绳的模样 竟瞬间羞红了脸 而一旁的管家却喜笑颜开 就在两人准备回家时 管家却突然想起要采购一些食物 于是便留美氏在原地稍作等待 可也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又可怕的声音 却突从不远处传来 一抬头果然看到了妹妹 美氏本能的浑身止不住地颤抖 过往被欺凌的回忆镜突然一一重现 可当妹妹看到美氏 还是依附着穿着出价前的佣人装 却立刻断定她早已被酒堂抛弃 性次不忍再听下去了 却妹妹赶紧离开 不料却被当场喝止 她愈发肆无忌惮地践踏着美氏的尊严 可美氏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最后竟还习惯性地说了句抱歉 是啊面对长达十四年的欺凌者 谁又能立刻学会反抗呢 幸好管家及时出现 提醒妹妹美氏可是酒堂的妻子后 便立刻带着美氏离开 得知姐姐竟还未被抛弃 妹妹顿时度火中烧 可刚到家门口 她却突然看见了世间少有的美男子 就在擦肩而过的瞬间 她的心彻底沦陷了 而此时的她却还不知道此男子正是酒堂 一个小时前 酒堂突然拜访翟森家 想要与美氏正式递结婚约 翟森与继母顿时惊诧不已 可还没等反应过来 酒堂却强硬地表示 不想因为这桩婚事与他们扯上关系 如果他们想要聘礼 就必须当面对美氏道歉 翟森气得瞬间握拳透掌 可顾及到酒堂的身份与地位 却只能咬牙表示考虑一下 然而等酒堂回到家时 却发现美氏不太对劲 原来从从街上回来后 她便一言不发 甚至还跑去杂物间一直擦地板 酒堂得知缘由后十分心疼 温柔地表示只要她需要 自己随时都在 可这却反而让美氏更难受 她痛恨自己懦弱无能 辜负了酒堂对她的喜欢 当天夜里她又梦见了母亲 梦见她卑微地请求父亲 不要放弃没有异能的自己 结果却被狠心拒绝了 美氏瞬间惊醒 她欲敢离自己被抛弃的日子不远了 然而一周后 惊喜却从天而降 曾照顾过她的贴身女仆 居然突然拜访美氏 顿感不可思议 自母亲离世后 阿花便一直陪伴在她左右 可却因阿花替她打抱不平 最后竟被继母无情辞退 美氏却突然放生痛苦 她认为像她这样懦弱又卑微的人 根本不配得到幸福 可阿花却鼓励她要勇敢去追求 而酒堂少爷就是个很好的人 原来为了重建美氏的自信心 酒堂竟四处写信托人 找到了关心美氏的阿花 只为了让她相信自己是值得被爱的 美氏感动不已 她万万没想到 酒堂明明早知道关于她的一切 却依然对她这般好 就在一瞬间 美氏竟再也不想逃避了 她迫不及待地跑到酒堂面前 坦白道名门之女会做的事她都不会 而且她并没有异能 说完竟突然跪下任由酒堂处置 美氏瞬间泪目 原来被人深爱着是如此幸福 此刻的美氏终于有勇气表明自己的心意 将编好的发神亲自为酒堂戴上 两人感谢阿花的出现 让两人离对方更近了一步 可这幸福的一幕 却正好被信赐父亲看见 原来她一直在通过 是神监控着酒堂家的一举一动 她甚至要尽快出手把美氏抢过来 而那个蛮横的妹妹应该就是最好的工具了 这是我见过最卑劣的名门之女 只因嫉妒姐姐嫁得比自己好 她竟派人暗中绑架了姐姐 想要逼她解除婚约 并与自己互换未婚夫 可她却不知这荒唐的举动将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为了感谢武道上次帮忙寻找阿花 美氏特意邀请她来家里吃饭 酒堂第一次见美氏主动约人 路上武道一想到能吃到大美人亲手做的饭 不由得言语轻浮起来 酒堂顿时粗意大发 静一脚将武道踹出车外 此时美氏也走了出来 而且特意穿上了之前酒堂为自己挑选的 带有樱花图案的和服 看着美氏那愈发丰满精致的模样 酒堂顿时像丢了魂一样 情不自禁渴望接近美氏 两人沉浸在爱的世界 竟完全忘记了一旁的武道 好在美氏做的饭菜极其美味 武道很快就忘记了单身狗的不悦 可酒堂心里却十分窝火 不爽他与美氏靠得太近 而紧接着美氏真诚的道谢 竟又瞬间让武道羞红了脸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般认可 居然一时激动到劝美氏嫁给自己 酒堂瞬间杀气腾腾 而单纯的美氏竟也当真 急忙一本正经地表明了心意 武道没曾想美氏会当真 立刻解释说是开玩笑 可酒堂却突然喜出望外 果然恋爱中的人都会变得喜怒无常 武道离开后不久 酒堂竟突然察觉到空气里残留着一丝异能的气息 他立刻循着气息而去 却只看到美氏正趴在桌上沉睡 嘴里还不停发出痛苦的哀求声 酒堂发现不太对劲急忙将他唤醒 美氏看到酒堂后感到十分安心 可转眼浑身却又止不住地颤抖 原来刚刚他又做了噩梦 梦到一群鬼怪向他求救 美氏被吓得头皮发麻 可背后却突然冒出一双手将他推倒 抬头竟又看见了欺凌他的继母与妹妹 酒堂听后心疼不已 他突然意识到美氏的心灵创伤远比他想象中的巨大 于是发誓一定会加倍保护他 却怎么也不会料到危险来得如此之快 而另外一边为了尽快得到美氏 幸自父亲决定利用妹妹香烟的嫉妒心 便故意给他看了美氏与酒堂的照片 意料之中的香烟瞬间崩溃了 他万万没想到姐姐的未婚夫 居然是上次自己一见清新的美男子 当听到俩人就要结婚的消息 香烟顿时度火攻心 发疯般地求父亲替他做主 将他与姐姐互换位置 可一向对他百依百顺的父亲 这次竟破天荒地拒绝了他 香烟气得浑身颤抖 不甘心地找到了性慈 想要他协助自己实现愿望 因为知道他对姐姐念念不忘 然而这哪是上门女婿性子能决定的事情 于是他一气之下前去找父亲帮忙帮忙 殊不知一开门竟看到香烟也来到了家中 而偏偏在这危急关头 酒堂却被公务缠身 已经连续好几天在部队过夜了 美氏十分心疼 于是决定和管家带着便当前去看他 临行前美氏特意穿上了酒堂 为自己新购置的和服 而酒堂还贴心地为妻准备了一个相应的钱包作为搭配 匆忙间美氏却落下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见到亲自赶来的未婚妻酒堂感动不已 但迫于工作紧急 在确认美氏把护身服带在身边后便匆匆离去 可当回过神来时 美氏却突然想起自己把护身服忘在家里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 于是他与管家急忙启程回家 一路上美氏愧疚不已 自责辜负了酒堂的信任 竟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然而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汽车竟突然拦住了美氏的去路 紧接着两个透明人强行将他扔进了车里 迷晕后便急迟而去 酒堂知道后心急如焚 得知美氏竟然忘记带护身服后更是崩溃不已 没有了护身服 他便无法定位到美氏现在的位置 然而就在这时 幸次却突然找上了门 恳求他和自己一起去解救美氏 原来就在一个小时前 他偷听到了香烟与父亲绑架美氏的计划 带着不解他与父亲当面对峙起来 而父亲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家族的延续 他什么都做得出来 而此时幸次的愤怒已经达到了极点 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如此伤害美氏 但胳膊又岂能拧得过大腿 无奈幸次自身亦能太弱 轻而易举就被父亲打败并绑了起来 此时的他痛苦不堪 过往的回忆竟在脑海里一一浮现 他后悔当初太懦弱而没有坚定地选择美氏 这才令他落入今天这般危险境地 可就在万念俱灰之际 哥哥竟突然出现解救了他 虽说哥哥也不理解到底是为了什么信次 竟然敢反抗父亲 不过他知道信次一定有自己的道理 另外一边美氏醒后才意识到自己被绑架 他害怕到连连求救 没想到却等来了最令他恐惧的人 继母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 命令他立刻亲口答应与酒堂解除婚约 而恶毒的香烟竟也拿出剪刀 想要威胁美氏尽快就犯 香烟表示只要自己能与酒堂订婚 便把信次还给美氏 而现在就只等他告诉酒堂 自己自愿退出 说完竟狠心下手 看着被捡坏的衣服 美氏瞬间恐惧到极点 可拼命地挣扎去换来香烟的变本加厉 他必须要听到他亲口答应才敢罢休 美氏被吓得头皮发麻 斗大的冷汗进一颗接一颗的留下 按照以往多年的惯例 美氏一般都会选择求饶让风暴早点结束 然而一想到酒堂 美氏却突然间又充满了力量 竟勇敢到第一次对他们说不 继母被彻底激怒 发誓绝对不会让美氏破坏了自己的人生计划 而美氏明白 只有像过去那样道歉服从 才能尽快结束这场噩梦 然而这次他却丝毫不想放弃 因为他再也不是那个任何事都逆来顺受的人了 他必须努力捍卫自己的幸福 而此时的酒堂已飞速赶来美氏家 他毫不留情地瞬间摧毁大门 杏刺父亲万万没想到 他竟这么快找来 竟撒谎说美氏不想回去 然而酒堂可不是轻易被糊弄的人 他准备硬闯解救美氏 美氏父亲并不知情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却还是帮助杏刺父亲不下了结界 然而这怎么可能拦得住最强异能者 酒堂轻而易举便破解了结界 可杏刺父亲却不肯罢休 竟再次发动了攻击 没道到酒堂终究不费吹灰之力再次破解 杏刺很快猜到美氏被关押在仓库 于是两人迅速前往营救 然而背后却突然袭来熊熊烈火 转瞬便蔓延到整个宅子 原来杏刺父亲气急败坏 竟变态道要放火同归于尽 只为了不让酒堂得到美氏 酒堂忍无可忍 只好发动雷电将他击晕 而此时的美氏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因为坚决不松口 他们静一刻也不停歇地折磨他 美氏宁愿赴死 也绝不会放弃酒堂 然而就在这生死攸关之际 酒堂终于赶到 他刻不容缓地朝美氏奔去 内心竟痛如刀绞 美氏感动不已 他没想到真的等到了他 而一直紧绷的心也终于可以放下 看着美氏那满身的伤口 酒堂犹如万箭穿心 他恨不得立刻让继母与香烈消失 可想到美氏需要紧急抢救 只好忍恨先行离开 不料香烈尽厚颜无耻地拦住了去路 质问他为什么不考虑下更优秀的自己 酒堂从未见过如此自大的人 直言绝不会选择他那样傲慢狠毒的女人 整整两天半后 美氏才终于苏醒 而酒堂却已累得昏昏欲睡 因为从回来后 他便一刻也没离开过他 美氏十分愧疚惹惹来了麻烦 可酒堂却表示 相爱的人本就是一体 又何必区分你我 然而远在皇宫的陛下却不乐意了 原来是他派信赐父亲前去抢夺美氏 只因忌惮酒堂家的势力 也害怕伯仁家的血脉被酒堂所用后 便在无人能牵制住他 而最近形势动荡 他必须尽快再派人去除后患 他本拥有最强意能梦见之力 但却在儿时被母亲强行封印 只因其威力强大到令皇族忌惮 然而这本事保护他的行为 却让美氏变得弱小不堪 十九年来竟吃尽苦头 美氏被酒堂解救后 整整昏迷两天半才苏醒过来 得知大伙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善良的他顿时松了一口气 可家里的财产却化为灰烬 香烟只能与继母宜居乡下 而最讽刺的是 从小到大把美氏当庸人的妹妹 竟被押送到外地 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女佣 带到身体痊愈后 美氏重返原来的家 他想要看看母亲生前留下的樱花树 可就当他亲碰树桩时 手指却如触电一般发麻 转瞬树桩竟破碎成灰烬 随风飞散 美氏突然感到一阵伤感 从此母亲活过的证明 就只有自己了 酒堂见他难过自责不已 愧疚当初救他时太过冲动 才把事情闹成这番局面 同时酒堂打算 两人近日就办理结婚手续 准备带美氏去见自己的父亲 可美氏却莫名感到担忧 当初酒堂父亲的提亲对象 竟是妹妹 只因父亲舍不得他远嫁吃苦 这才安排美氏替换了他 文言美氏十分震惊 可这霸道的温柔却让他心动不已 正当两人腻外时 性刺却突然出现 他想要和美氏单独说说话 酒堂心中虽有不悦 但还是表示尊重地点了点头 美氏这才知道 性刺父亲因为绑架的事已经隐退 而性刺也即将前往外地历练 因为他终于顿武 只有变强才能保护在乎的人 然而临走前 他却还对美氏抱有幻想 暗示他是否还记得他曾经的诺言 意料之中的美氏只轻声说了句抱歉 因为有些人有些事一旦错过 就再也回不去了 三天后酒堂与美氏正式递结婚约 他们虔诚地在文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发誓会共同守护好属于他们的幸福 这天一个酷似酒堂的摩登女郎 突然上门拜访 而她竟是酒堂的亲姐姐夜月 原来为了尽快为小家出一份力 美氏竟主动提出要接受淑女教育 以便将来在社交活动中 不拖酒堂的后腿 看着美氏又一副低声下气的模样 酒堂决定好好捉弄一下她 美氏瞬间羞红了脸 她不明白自己明明变得开朗许多 为何却反而在酒堂靠近时 比以往更紧张了 然而酒堂却很满意她的反应 决定答应帮她安排老师 可令美氏万万没想到的是 酒堂竟会派亲姐姐前来 然而热情的大姑子 似乎很满意这个弟媳 发誓一定会把她培养成出色的贵妇人 不一会儿美氏就惊叹于夜月的见多事广 她不仅认识所有的花 就连不起眼的鸭枝草也能叫出名来 鸭枝草虽只在午前开花 可即使在有限的时间里 她都会拼尽全力绽放到最美丽的状态 我们也是一样的对吗 夜月鼓励美氏要努力且美丽地活着 美氏深受鼓舞 暗暗发誓一定要勤奋学习 成为能配得上酒堂的优秀淑女 可酒堂却更担心她是否能适应 于是她假装在走廊上看书 只为了偷听俩女的谈话 那关切的模样让路过的管家都不由地偷笑 当天夜里酒堂突然从梦中惊醒 只因又感受到了一股异能气息 她急忙冲到美氏的房间 果不其然美氏如上次那样陷入了昏睡之中 表情看起来十分痛苦 可这次她却不敢轻易惊动她 只能心疼地紧紧握住美氏的手 因为发现这两次宅院的结界竟都没有破损 那么极有可能是美氏的异能正在决心 而此时远处的禁区内 一群蒙面人正围着一个巨大的石墓做法 没一会儿结界就被破坏掉 而石墓竟随后轰得炸开 紧接着无数只红眼幽灵突然显现 这是我见过最憋屈的名门千金 只因被母亲封印了绝世一门 她竟从小受尽继母和继妹的欺负 且变得极其自卑 即使遇到疼爱她的未婚夫 她也时刻害怕自己成为累赘 于是拼了命地提升自己 自上次与美氏约定后 未婚夫的姐姐夜月每天七点 便准时到家教她各种社交礼 美氏十分感恩 学习得也格外认真 短短一周静已学得有模有样 而两人的关系也愈发亲密 可就当夜月希望他们关系更进一步 想要美氏改口叫她姐姐时 美氏却突然害怕 只因耳朵里静传来妹妹呼喊她的声音 原来从绑架事件后 美氏几乎每晚都做噩梦 而白天也时常感到精神恍惚 酒堂心疼不已 可却没时间时刻陪伴在她左右 因为不得不先处理禁区里神木被毁之事 而如今仍有八成来自神木的怨灵逃离在外 他们是由含恨而死的异能者幻化而成 因此威力绝不容小觑 一旦他们开始攻击成事 后果将不堪设想 皇太子得之后 第一时间赵酒堂等人会见 而陈石家的长子之一竟也在列 自陈石引退后之一便继承家主之位 并发誓从此为酒堂效命 这才使得他再次受到皇族的重用 天启是能预见未来的能力 这是只有皇族血脉才拥有的异能 皇太子遇见战争即将来临 命令他们时刻做好准备 并告知有重要的人将因此丧命 酒堂突然莫名的心理一惊 但皇太子却没再多说什么 只是在他临走前突然叫住了他 他告诉酒堂美氏今后可能会遭遇种种困难 但只要酒堂陪在其身边便可化险为夷 可酒堂回去后却欲加心神不宁 于是暗地里派人打探伯任家的消息 只因猜测美氏的噩梦跟异能觉醒有关 想要请他们帮忙先解决噩梦的事 可无奈博认家族太过神秘 探子竟找不到半点关于他们的消息 最后只能着手调查所有与美氏母亲同名的人 而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名陌生男子却突然拜访 自称是宫内派来协助酒堂抓捕怨灵的 可在提供完关于神木的重要资料后 他竟突然提起了美氏 表示羡慕酒堂密德良缘 并安定了下来 而对他来说结婚比登天还难 酒堂不喜欢其他男人谈起美事 可出于礼貌只能忍着不越送他离开 当天夜里 酒堂便根据男人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一个被怨灵诅咒的人 并安排制衣用解咒之术将他唤醒 而酒堂则继续带着部队前去抓捕怨灵 然而诡异的是 一项修行不错的制衣 竟在施法瞬间就被强行中断 并恐惧地表示无能为力 而在外的酒堂竟也察觉到了异常 他命令手下赶紧退下 然而眨眼间数十只怨灵竟从四面八方飞窜而出 紧接着对他们发起了猛烈进攻 好在酒堂亦能高超 很快就成功化解了危机 然而巧合的是 美诗当晚竟也同样梦到了被幽灵袭击 害怕到直接哭醒 可坚强的他却依然选择继续学习 夜月见他进步巨大 决定带他去镇上实践一下 看他是否能学以之用 像一名真正的千金大小姐般说话做事 然而没过多久 美诗却突然感到体力不支 原来噩梦竟在悄悄消耗他的精力 夜月发现了他不对劲 立刻扶着他准备带他回家 不料净差一点被打闹的小孩撞倒 然而善良的美诗并不介意 反而关心小孩是否受伤 可就在他弯腰捡起手袋的那一刻 一股强烈的眩晕感竟突然袭来 紧接着他赶到天旋地转 静止倒了下去 可恍惚间 他好像看到酒堂接住了自己 这是我见过最虐心的温柔 女孩明明身体日益虚弱 却对未婚夫故意隐瞒了状况 只因不想让他担心 不料这天他却晕倒在别的男人怀里 最后静导致两人感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 美诗看清抱着自己的人 不是酒堂后急忙起身道歉 可男人却笑脸盈盈 静还温柔地提醒他以后要小心 说完便开心地离去 然而美诗回家后却十分难过 他恨自己太过虚弱 不知何时才能成长为与酒堂相称的淑女 于是暗暗发誓要更加努力 却没想到噩梦愈发严重 两天半后美诗静再次晕倒 酒堂急匆匆赶回家 他深知噩梦正在加速吞噬美诗的身体 不禁愁云满面 可更令他感到伤心的事 时至今日美诗竟还向他隐瞒着此事 夜月安慰着酒堂 并提醒他要加倍关心美诗 酒堂牢牢记在心里 却不料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因近期外逃的怨灵愈发猖狂 居然开始袭击村民 为了防止他们朝帝都进攻 酒堂决心申请在帝都进行安全部署 没想到竟忙到连续好几天在部队过夜 于是只能电话关心美诗 他一次次暗示美诗要多依赖他 并学会跟他分享心事 然而董事的美诗却始终对噩梦置自不提 酒堂十分失望 可无奈他目前也没找到破解噩梦的办法 只好暂时不再追问 而美诗也继续强称 每天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夜月对他赞不绝口 尤其佩服他精湛的厨艺 美诗害羞极了 可夜月却突然表示自己 其实只擅长黑暗料理 还曾经因为这引发了一件最后悔的事 原来早在十七岁的时候 夜月就被父母安排了家族联姻 但好在丈夫善良温柔 他曾也过得十分幸福 然而好景不长 婚后半年他的公婆却开始故意挑刺 因他不会做饭百般刁难他 最后他忍无可忍 于是在一次大吵中 他进一气之下与丈夫离婚了 可冷静下来后他却十分后悔 因他失去了他最想珍惜的人 他鼓励美诗直面自己内心的感受 不要给自己留任何遗憾 美诗深受感触 发誓一定会守护好他与酒堂的家 当天夜晚酒堂又收到了探子的消息 拿到了帝都所有跟美诗母亲同名的人的资料 想要找到关于他母亲的蛛丝马迹 没想到却依然毫无所获 他焦虑不安 不知何时才能帮美诗摆脱噩梦的折磨 可就在这时美诗却突然出现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找酒堂谈话 因为他白天受了夜月的鼓舞 于是想见酒堂时便大胆来了 然而美诗却依然不敢表达心中所想 酒堂忍不住了 猝不及防地拉住了美诗的手 表示只有多沟通才能更了解彼此 紧接着敬问他是否寂寞 酒堂这才满意地笑了 把他紧紧抱在了怀里 表示希望他尽情表露感情 撒娇也可以 因为互相依赖才是一家人 美诗十分感动 可坚强的他并不想放纵自己撒娇 他深知如果不学会独立 自己便没有资格撑起这个家 想着想着门口却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而来者竟是那个在街上帮助过他的男子贺慕 他假装是有事找酒堂 得知酒堂不在家后 便故意与他寒暄 而美诗这才知道他竟是宫廷派来协助酒堂抓捕怨灵的 然而没说几句话 他竟莫名其妙开始谴责酒堂冷血无情 嘲讽他让美诗学一些毫无意义的淑女规矩 让他焦虑到如今这般瘦骨灵巡的模样 美诗瞬间怒了 急忙解释是自己主动选择学习的 可一气之下竟又险些晕倒 贺慕连忙道歉 但临走前却又给了美诗一张名片 表示能让他施展自己真正的价值 希望美诗随时联系自己 说完他便来到了异能部队 商讨酒堂负责部署帝都的事 然而散会后 贺慕却故意放慢了脚步 特意提起了刚刚去酒堂家拜访 并撒谎美诗用心招待了他 惹得酒堂一阵阵不悦 但他却没有半点收敛 直言美诗比他一周前见到时更虚弱 指责酒堂根本不是真心关心美诗 酒堂顿时怒不可饿 他吃醋美诗居然早已他见过面 可偏偏就在这时 探子找到了一丝新的消息 发现与美诗母亲同名的人中 竟有一人没有出生正名与户籍 而他居然全名叫贺慕成美 酒堂瞬间反应过来 贺慕与美诗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他快马加鞭赶回家 看到美诗后才决一丝安心 可他没想到这么晚了 美诗竟还在练习做菜 而他这才注意到 几天不见美诗竟变得枯瘦如柴 酒堂突然抑制不住的心痛 但紧接着却感到莫名的怨气 他大声质问美诗为什么不依赖他 为什么不告诉他关于噩梦的事 还隐瞒认识贺慕的事 没想到男人生起气来 竟是这么的无理取闹 美诗第一次见酒堂对他发火 顿时泪眼婆娑 解释只是看他劳累 不愿再叠酒堂添麻烦爸爸 美诗瞬间心如刀割 他弯弯没想到 自己这一个月来的努力 竟就这样被轻飘飘地否定了 一时竟伤心到突然晕了过去 酒堂这才意识到自己伤害了美诗 顿时悔恨不已 可就在这时 贺慕的名片却不合时宜地落下 他没有耐心再猜贺慕耍什么把戏 于是连夜带着昏迷中的美诗前去他家 决心一定要问个清楚 子弹穿堂而过女孩竟没有死 但他的未婚夫却因此受惊被打跪在地 高高在上的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侮辱 甚至最后被迫与心爱的女孩分开 酒堂失魂落魄 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失控成这般劲敌 两个小时前 他抱着昏迷中的美诗来到赫穆家 然而神奇的是刚踏进大门 美诗竟突然苏醒 而全身也感到久违地轻松 他执意要自己走路 心烦意乱的酒堂只好任由他去 殊不知他那傲娇的表情竟又让美诗自卑了 而赫穆料定他们回来 居然早已在门口等候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设的局 他故意接近美诗激怒酒堂 只为吸引他们过来 美诗瞬间惊呆了 可酒堂却逐渐失去了耐心 既然这里就是伯任家 他只想他们尽快解决美诗噩梦的事 可伯任心却迈起了关子 表示美诗拥有伯任家最稀有最危险的异能 噩梦只是异能失控的表现罢了 美诗顿感难以置信 明明自己连见鬼制裁都没有 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强大的异能 可就在这时 自称是伯任心外公的人却突然出现 原来伯任家曾经也以为美诗没有异能 所以一直对他放任不管 可最近他们却察觉到美诗亦能觉醒的气息 于是又想要把他借回家 只要酒堂答应 他们便立刻解决美诗噩梦的事 真是现实的人啊 酒堂瞬间火冒三丈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人接近美诗 誓言要全力保护他 伯任心毫不留情地点出 美诗曾因为他被妹妹绑架 而他在厉害也拿美诗做噩梦的事毫无办法 只有在伯任家的结界里生活 美诗才能彻底摆脱噩梦的折磨 酒堂背对的哑口无言 只好让美诗自己做决定 美诗自然想陪伴在酒堂身边 可以想到吵架时酒堂那愤怒难过的样子 他却只能违心说出不知道这三个字 只因害怕成为酒堂的负担 酒堂的心突然狠狠揪了一下 可还没缓过进来 伯任心竟提议两人来一场决斗 胜利者便可拥有美诗 酒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被誉为最强异能者的他从不惧怕任何对手 仅凭一把长刀便开始对战持枪的伯任心 可即使这样 他依然一眼就破解了伯任心的幻术 可紧接着他却中了一枪 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 他迅速再次发起攻击 毫不费力地挡住了无数颗子弹 然而眨眼之间 伯任心突然变化出八个幻影 而每一个居然都具有强大的攻击属性 原来伯任家最擅长的就是特殊异能 他们大多数人虽没有见鬼之才 但却依旧受陛下重要 只因他们的异能并不是用来对付异能 而是用来制异能者 以防他们势力威胁到皇族 伯任心拼尽全力幻化出二十个分身 而九堂竟也毫不留情地准备摧毁他们 善良的美式不仁看到伤亡 竟急忙上前想要阻止九堂 还好他被外公及时拦住 否则仅仅余波就能置他于死地 随着一声巨响 火球成功摧毁了所有分身 伯任心狠狠摔倒在地 九堂乘胜追击 本以为胜负一分 然而下一秒 看到美式九堂瞬间慌了 果然那有感情就有了弱点 而无情才最无敌 最强异能者竟这样输了 而他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的美式不过是用来迷惑他的幻影罢了 美式从未见过这般狼狈的九堂 心疼地朝他飞奔而去 可伯任心紧紧动了动手指 便将九堂困在结界之内 最后竟强行将他送走 美式痛苦不堪 他后悔刚才没有坚定地选择跟九堂回家 而浑身是伤的九堂也感到心灰意冷 好在叶月拥有疗愈之力 第一时间帮他治好了外伤 可他内心的伤却久久无法抚平 叶月表示美式一定是又自卑了 才没有选择跟他回家 如果他真的不想留在九堂身边 怎么会身体虚弱成那样 庆海每天坚持学习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早日能配得上他 或许太在乎一个人就会变得敏感 九堂这才反映过来 自己竟又错怪了美式 他感到愧疚不已 而叶月急忙鼓励他振作精神 去把美式接回来 可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却突然响起 九堂接到紧急任务 必须立刻回到异能部队 因为院灵们现在正大规模朝帝都聚集 他需要立即赴前线控制局面 但他承诺速战速决 争取早点回来去见美式 可皇太子却突然有不祥的预感 总感觉九堂会出事 美式同样担心九堂 得知他已经正常去工作后 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可内心却止不住的阵阵失落 他没想到九堂回去后 竟再也没来过 为了转移美式的注意力 博人心告诉他了 更多关于梦见之力的事 而美式这才知道 原来他拥有的异能竟是如此强大 不仅能潜入梦境对人野蛮洗脑 甚至可以在梦里知晓过往与未来 威力居然有超越皇族异能天启之势 美式感到不可思议 那么为何自己竟然没有半点察觉 而就在这时外公却突然告诉他 却没曾想看到深爱的母亲居然过得如此苦命 19年前为了救博人家于经济危机中 美式的母亲竟偷偷同意了与詹森家的婚事 只因对方豪言能帮家族偿还所有债务 然而父亲得知后却大发雷霆 他不肯博人家的血脉流于外人 于是强烈要求他毁婚 就这样为了家族繁荣 承美加入了詹森家 却不料婚礼当天便受尽了白眼 婆家人嫌弃他冷漠疏离 而公共竟也当着所有人的面催促儿子 尽快完成使命 让承美诞下拥有博人异能的孩子 很快承美就顺利诞下了美式 可当他感应美式时 却惊奇地发现美式居然继承了 博人家最强异能梦见之力 承美瞬间慌了 他深知如果詹森家知晓 必定会将美式的能力利用带进 因此故意隐瞒了此事 一刻也不敢离开女儿的身边 然而他的身体却愈发虚弱 他深知自己时日不多了 很难长久顾美式周全 而父亲也早已与自己断绝了关系 孤立无援之下 他只能痛心将美式的异能封印 并用樱花术来镇守 而他明白如果没有异能 美式必定会在翟森家受尽折磨 没想到母亲这么难 美式突然感到一阵阵悲伤 跪坐在地上久久无法平静 而博人心竟一直默默守护在他身后 第二天一大早 他便带着仆人来找美式 看着他气色越来越好 博人心感到莫名的开心 可转眼间他却又强迫美式穿上污女的衣服 因为这是为历代梦见之力者定制的 美式的内心突然涌现出一股悲凉 他害怕离酒堂越来越远 而一晃一个月就过去了 在博人家的结界中 美式不再受噩梦的困扰 且身体也恢复如初 可他对酒堂的思念却愈发浓烈 他深知这都是他自找的悔不当初 因此每天郁郁寡欢 轻一点胃口也没有 博人心担忧不已 关切地询问他原因 不料美式却请求他把樱花丝的衣服还给他 因为那是酒堂亲手为他定做的 博人家族的人 不仅要隐姓埋名 还不能有亲近的朋友或恋人 只能从族里选择结婚对象 而对他来说 更糟糕的是活了二十多年 他竟从未收到过讨伐异能者的任务 而这让他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而美式的出现 却终于让他有了活下去的意义 只因他从此有了职责 那便是誓死保护拥有最强异能的美式 而他将来也会成为美式的伴侣 美式瞬间将在原地 内心感到振振苦涩 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九堂 而九堂此时依旧奋战在最前线 他和队友们夜已近日地捕杀着怨铃 经过一个半月的拼杀 他们终于成功击退了所有异形 可正当他们欢呼时 地面上却突然掉下一块树枝 抬头发现正上方竟还有一只漏网之鱼 他迅速发起攻击且速度极快 任凭武道怎么打也击中不了他 眼见着危险即将临近 九堂急忙将他推开 转身利落消灭了怨铃 却不料竟被他的怨念吞噬 五秒不到 他胸口便传来阵阵巨痛 紧接着竟倒地不起 美氏虽对此全然不知 但一直请求外公放他去见九堂 哪怕一次也行 他突然又想起了女儿 后悔当初放走了成美 不然他也不会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更后悔在气氛当头与女儿断绝了关系 导致母女俩的人生如此坎坷 他突然真诚地道歉 自责当初没有把美氏放在心上 才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头 然而美氏却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温暖 他直言时至今日 他也不懂家人的真正含义 而他苦恼自己只会惹九堂生气罢了 外公欣赏他的直率 表示家人就是要一起分享苦恼并承担责任 他希望美氏能给他一次弥补的机会 说完又带着美氏来到了樱花树前 而这一次感应竟让美氏的封印彻底解除 他又看见了心心念念的母亲 于是信任地张开双臂 拥抱着母亲为他封印的力量 而这也意味着他从此觉醒了全部异能 美氏瞬间又泪流满面 而就在这时 伯任心却突然焦急地跑来 告知他们九堂目前身负重伤 昏迷不醒 美氏表示难以置信 急忙要去找九堂 哪怕硬闯也要出去 然而伯任心却直言不能放他走 因为他曾与陛下做了交易 一旦美氏重回伯任家 他们便不准他再与九堂见面 否则整个家族都将会受到惩罚 然而美氏心意已决 他绝不允许自己再做后悔之事 伯任心拿他没有办法 最终只好陪他一同前去 一路上美氏忧心忡忡 无数次默默祈祷九堂平安健康 而众人见他倒来激动不已 他们知道九堂一定也在等他 感性的夜月镜突然掩灭而泣 害怕他与九堂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然而美氏却坚信他一定会醒过来 伯任心见状突然灵机一动 他建议美氏先潜入九堂的梦境 或许能想办法逼出他体内的愿力 为了救九堂于昏迷之中 美氏第一次使用了梦见之力 以灵魂状态进入了九堂的梦境 可等他再次睁眼时 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竟躺在詹森家门口 而偌大的屋子里居然空无一人 只传来百中刺耳的滴答生镇 当美氏一获时 一阵女孩的嬉笑声却突然响起 他急忙跟了过去 可眨眼间女孩却消失不见 等他再次回过神来时 却发现女孩竟是年幼时的自己 美氏内心害怕极了 但为了尽快找到九堂 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寻生而去 可低头却发现地面竟变成了湖水 而一扇大门正缓缓从水里升起 他立刻反应过来 这正是从小继母用来关押他的仓库 于是本能地想要退缩 然而仅仅犹豫了半秒钟 美氏竟勇敢地开门而入 过往被欺负的画面却在脑海里一一浮现 而仓库里竟神奇地出现了另一个自己 他不准美氏去找九堂 直言他配不上他 并表示明明九堂对他那么好 但九堂以及周围人对他的关心与爱 却逐渐让他变得勇敢自信 他决定一定要留在九堂身边 可另一个美氏却怒斥他在撒谎 明明自母亲离世后 你便每天受尽煎熬 明明你为了活下去 早已让自己变得麻木不堪 美氏表示曾经自己也以为人生只有这种活法 但是现在的自己相信可以做出改变 闻言另一个美氏却表示不相信 明明他之前最擅长放弃 美氏却表示这次他不想再放弃了 美氏突然情绪崩溃 他自责曾经因为害怕受伤 竟不敢直面对九堂的感情 导致最后伤害了他 然而如今的美氏已然不同 他相信自己可以努力变得更好 更坚信九堂会永远支持他 就在一瞬间一股亮光突然从体内迸发 紧接着他竟变身成了巫女模样 原来只有彻底战胜内心的自卑与软弱 他才能褪变成真正的强者 美氏终于与自卑的那个他和解 下一秒手里便突然出现九堂的发声 原来在九堂昏迷期间 他的灵魂竟被困在了枯树林里 一刻不停歇地与怨灵决斗而至 竟让他误以为自己仍在现实之中 直到发现怨灵怎么也杀不尽时 他才意识到自己被困在了梦里 然而他不想就这样死去 于是拼了命地战斗 而就在这时 头顶竟突然传来美氏的声音 随着一道刺眼的亮光 美氏就这样出现在空中 紧接着轻轻松松消灭了怨灵 九堂经的目瞪口呆 可还来不及说些什么 怨灵竟又死而复生 只因有人在不停施咒操控着他们 原来这一切都是陛下的诡计 他害怕九堂与美氏强强结合 威胁到他的皇位 于是不顾百姓安危 故意打开了囚禁怨灵的神木 只为了趁机消灭九堂 得知普通的怨灵不是美氏的对手 陛下竟亲自施法 眨眼间便聚集了所有怨念 并将他幻化成超强鬼怪 然而最强梦见之力不是说说而已 五秒不到美氏便召唤出一股强大的异能 将鬼怪瞬间吞噬 陛下也因此在大火中化为灰烬 两人就这样摆脱了困境 原来刚刚是九堂的发神指引美氏找到了他 他温柔地再次替九堂祭赏 紧接着第一次大声表示 想要与九堂共度余生 可就在你浓我浓时 天边却突然传来了家人和朋友的呼喊声 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两人决定立刻回到现实 众人见他们苏醒后顿时激动落泪 而美氏看见九堂平安无恙 竟也瞬间泪眼婆娑 可一旁的伯任心却突然默默离开 美氏见状急忙追了出去 他感谢伯任心陪他来解救九堂 却愧疚地表示无法跟他回家 没想到伯任心不但不介意 反而表示伯任家永远是他的后盾 然而就在这时 九堂却突然向他宣战 想要改天与他再比拼一次 伯任心欣然答应后便潇洒地离开了 随后美氏与九堂一起回到了家 两人十分激动 这两个月来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事 但经历过后 他们也更懂得了如何珍惜彼此 而更令人欣慰的是 美氏竟不再做噩梦了 性格居然也开朗了许多 因为与九堂共度的安稳时光 对他来说已是最大的幸福 眨眼间一个月过去了 美氏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第一次宴会 九堂焦急地等待着他的出现 担心他会不喜欢这种场合 然而转身他却惊喜地挪不开眼 优雅大方的美氏竟漂亮地不像话 出乎意料的美氏 这次竟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反问九堂是否后悔选择自己 果然唯有爱是生命的终极救赎 美氏无疑是幸运的 他虽早期经历磨难 但好在最终遇到了能治愈他一切的九堂 所以啊 选择一个人就是选择一种生活 愿大家都能找到那个对的人 点赞关注我们一起追下不神番